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能够有有效的统治 庄子的政治哲学否定仁义礼乐 根本的意义就在于 他不认为仁义是有效领导的工具 他认为仁义反而是不自然的人性的矫情的结果 人性矫情的结果 人与人自然之间相处 非常的自然 非常的自在 无分别 就好像家人之间 我就是你 你就是我 而不会互相的感激这样子 如果家人之间要互相感激 就好像路人了 所以呢 这个人与人之间呢 最好人相望于道树 就像鱼相望于江湖一样 鱼在江湖里面呢 是没有尊卑上下的地位 游来游去游来游去 人与人之间也应该这样子 谁也不需要去管理谁 大家自然自在的和平平等的相处 你把仁义标榜出来了 就有了是非 有了对错 有了好坏 有了上下 有了威权 就有了欺凌 欺骗 所以仁义呢 反而是不好的东西 我刚刚讲了老子的那一段 就到家思考 做了一个反思 对于儒家 姚舜 讲功夫仁义 名言是非 就觉得这个东西不是治理天下最高的境界 最好的智慧 反而是虚伪的东西 许佑就说 那既然姚已经跟你讲了这些东西 你还来找我干嘛呢 以情如以仁义 亦如以是非 对于道家而言呢 仁义跟是非呢 就好像刑罚一样 情就是在你的脸上那里涂黑的 仁义就把你鼻子刮掉 就表示你犯了错 就是已经在惩罚你 仁义是非呢 是在惩罚你 在刑罚你的东西 你已经不可能在追求我们道家 遥荡之追 转喜之乎 就是在 乘云气欲飞龙 在空中飘来飘去 自由自在 与造物者游的生活 约翼说 不 我还是希望能够在道家的 智慧氛围里面呢 学习 做一个有智慧的智者 许佑说 不可能的 一个人如果眼睛瞎的话 就不可能看到颜色的美丽 一个人如果耳朵聋的话 对 耳朵聋的话 忙者无以语乎 眉目颜色之好 骨者无以语乎 青黄浮乎之官 看不到的人呢 也看不到好的颜色 就是眼睛瞎了 你都看不到好的颜色 那你已经被儒家 用仁义跟是非 把你的智慧 给遮蔽掉了 所以你是不可能打开智慧 去认识道家的智慧的 义儿子就说 无庄施其美 巨良施其力 王帝王其枝 皆在垂鲁之间 而无庄是古代的美男子 居然愿意施其美 巨良 第一大力士 愿意施其力 皇帝最有智慧的领导者 愿意王其枝 意思是什么呢 我把我过去 自认为最好的东西 千锤百炼 我把它丢掉 接在锤炉之间 我能够把它放下 所以要破釜成舟底 放掉仁义礼乐的东西 这不容易 如果我放掉 拥取之造物者 不习我情 补我义 就把过去对我的惩罚 给他拿掉 所以不会再有人义是非的束缚 使我诚诚以随先生 所以我愿意丢掉过去的 那一些姚所讲的 人义是非 虽然是过去 我最重要的价值 但是我愿意把它放掉 然后来追求 追寻你 许多说 嗯 未可知也 不知道你这样子的效果如何 不过呢 既然如此 我可以稍微跟你讲一下 我们道家智慧的 大概的面貌 其实就是与造物者 直接追求 这个世界的创造者 自然的本身 他是如何而有了天下 天地万物的 不是天下 是天地万物的 积万物不为义 择吉万事不为人 长于上古不为老 附在天地雕刻重行不为巧 自作用 他是创造了天地万物 但不是为了仁义 不是为了仁义 儒家是把这个世界的创造 当作是一种仁义的价值的目的 而有了这个世界 所以有世界以后 就需要有家国天下 有家国天下以后 就要有行人证的君王 做之君 做之师 对 天地创造万物的目的 是要给人过好的生活 而让人民过好的生活 就需要有仁义道德价值 这是儒家的思路 那庄子的思路呢 是天地 大自然 创造天地万物 不是为了家国天下 创造天地万物跟人呢 是要让人自由自在地 活在天地之间 家国天下 仁义是非 都是后来 人为的虚妄的东西 不是绝对必要的 他们出现之后呢 只为人类带来痛苦 而不为人类带来 自然 真实的生命 总之 人跟人之间 就是直接 平等 自然 对待 不需要 透过一个架构 什么架构呢 家国天下 仁义是非 我们才来互相对待 就回到最速度的情况 大家都像婴儿一样的时候呢 没有彼此 你我 贵贱 好恶 那么多的区别 好 所以大自然也是这样子 创造万物也不为人意 长于上古不为老雕 负载天地雕刻重行 不为巧 此所有矣 就是 他做了那么多巧妙的事情 但是呢 没有任何的刻意 也就是说 创造这个世界 的目的是什么呢 答案是 没有目的 那儒家认为 这个世界被创造出来 有没有目的呢 有目的 目的是什么呢 礼優三百 威仪三千 礼優三百 威仪三千 礼優教化 人文化成 让所有人在 家国天下的体制里面 过好的生活 那这是儒家认为的 生命创造的利益 好 各位 那你要思考一个问题 那人间佛教的观点 有了这个世间的目的是什么 意义是什么 这问题各位可以自己想 好 我们继续讲 庄子 初世主义哲学 对儒家 入世主义哲学的 这个批评 这个批评的话很多 但这些句子都很美 我其实上次在各位同学 补一段那个中国文化 文字之美 这个意义之美 这文字都很棒 聂雀问于亡民 聂雀就是耻缺 耻缺就是牙子掉了 门牙掉了 讲话的时候就会漏风 这样子 所以讲话漏风的耻缺 就表示他不是能够 就表示他不打算 把话讲得很清楚 这样明白吗 话讲得很清楚 表示什么 表示其实你又被束缚 在某一个 自以为是的标准里面 对 刻意以话讲不清楚 王妮呢 就是根本就不说 聂雀呢 是说不清楚 说不清楚 问那个不说的 问了四次 那个不说的 什么都不说 这样子 那个说不清楚的 就非常的高兴 跑去跟溥仪子讲 溥仪子呢 就是 就根本就把自己盖起来 你看不到了 这样子 那个把自己盖起来 看不到的溥仪子 就跟聂雀讲 现在你终于明白了吧 古代的圣王 他们两个做法不一样 有于是呢 不如太事 有于是啊 他还藏人以妖人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这个外施仁义 然后呢 标榜自己 用仁义的价值 作为一个标准 来做人跟人之间 是非对错 高下的区别 亦得仁义 而未始出于非人 固然他也把天下 管理得不错 可是呢 未始出于非人 他还是没有办法 做真正自然逍遥的人 自然人 所以他是不自然的人 所以他是非人 他离不开 那个不自然的人的境界 未始出于非人 还没有离开 不自然的人的境界 因为他是不自然的人 因为他藏人与妖人 还是用仁义 来做管理的标准 还是把大家都束缚在 虚伪不自然的境界里头 这是有余事 太事就不一样了 太事作为领导者 其卧许许 其绝 简单来就整天在睡觉 其实不是整天在睡觉 就是说 他对管理天下 这件事情是放任无为的 好像整天在睡觉一样 意以己为马 意以己为牛 意思是什么 他没有提出公共政策 没有标榜 我们非这样不可 非那样不可 任你换我 这个做牛 做马 那我都会答应 这样子 所以呢 你叫我是马 我也是马 叫我是牛 我也是牛 因为我根本就不需要 一定是什么 所以我也不会对百姓要求 一定是什么 公共政策 什么是非的价值 其知情信 其德胜真 外始入于非人 但是对于你 这个很会唱歌这件事情 我是知道的非常清楚 我常常要你唱歌这样子 让你快乐 对于你 这个 很会游泳这件事情 我是知道的很清楚 我很欣赏你会游泳这样 我很希望你游泳游给我看 然后大家为你拍手 总之呢 我对你考试第一名 这种事情没有兴趣 我对你呢 这个读书 很会读书 这件事情没有兴趣 我对你呢 能够带领大家呢 功成绿地 这件事情呢 更没有兴趣 我对你呢 能够照大家呢 制作很多商品 然后去买卖 赚很多钱 盖很漂亮的房子 这件事情呢 更更没有兴趣 这样子 不过呢 这个 你很会画画 这件事情 我非常有兴趣 这样子 你最好天天画画 给我看 反正就我们整天 玩乐就对了 其知情信 其德甚真 他跟你是很真诚的对待 你很会赚钱 因此我跟你交朋友 因此你赚了很多钱 我也分了很多钱 你很会功成略地 因此我封你为大将军 你抢了很多别人的财产 杀了很多敌人 我成为天下的共主 因此我整天跟你在一起 我很真诚吗 我不真诚 那些我都不要 我反而欣赏你会唱歌的歌 反而欣赏你会画画的强硬 反而喜欢你这个会登山 会清宫 会游泳 这些回到大自然意义的 生命的本能 才是我最重视的 你的生命的宝贵之处 这是出世主义 这不是入世 世是家国天下的那个世 出世呢 出世不是死掉了 到天上就要出世 出世是社会体制 家国天下 回到人 直接跟大自然之间的关系 中间没有仲介 家国天下是 仁义里约是中间那个仲介 其实人就是直接 从大自然出来的 直接跟大道合一的 那个世俗呢 家国天下 社会女俗 反而隔断了 我们跟大道大自然天道的关系 把它割断了 所以呢 贵使入鱼非人 他从来不是一个不自然的人 从来没有变成不自然的人 好我们再看 又是一段对话 坚于 坚无见 狂皆瑜 表示皆瑜呢 是一个很狂妄的人 好 狂皆瑜呢 这个狂是相对于儒家而为之狂 按照庄子的标准呢 就刚刚好 那儒家呢 就很狂 这样子 好 日中史何以欲辱 你看日中史的名字 大宗治正这样子 何以欲辱 就是儒家的帝王 之类的人物 他跟你讲什么呢 他说 他告诉我 作为一个人君 要自己做好典范 以己出今世一度 人属感不听而化足啊 君子之得风 这个小人之得草 草上之风 避也 风行草也 这样子 所以就是告诉我 仁义理智 作为民众百姓的典范 这样就能够治理天下 我们看庄子怎么样批评这一段 就是狂皆瑜说 是欺得也 这是欺骗的 这是一个欺骗 不是真的 其余治天下 这样的一种作为呢 对于治理天下而言 由涉海凿河 史闻木山 什么意思呢 你要渡海过去 你如果要渡过 一片广大的平原 然后要运东西 很累 如果凿了一条运河 在船上运东西 就非常的省力 所以值得花力气 凿这一条运河 因为你要船运 把东西运过去 结果你现在 要过一片汪洋大海 你还在里面弄一条运河 这叫做多词一举 史闻复山 那叫做什么呢 那就是说 mission impossible 这样子 不可能的事情 文子怎么可能悲山呢 意思就是说 用今世一度 仁义理智 来作为君王治国之道 这个是多词一举 而且呢 不可能达成任务 那么要怎么样呢 来治理天下呢 庄子的意思就是 放任无为 出世 不必建立家国天下 社会体制 更不必拿出 仁义 礼乐的这些东西 好 服圣人之志 志外姑啊 不是志外 这些都是志外 是正而后行 却姑能其事者而已 就是 你自己很淳朴 很自然 你没有要欺负百姓 百姓呢 就不需要作假 来防备你 你没有要压榨百姓 百姓呢 就不需要团结起来 反抗你 搞得你很难统治 所以呢 你跟他们自然相处 他们呢 就放松了 就大家神经都松弛了 每人每天呢 都齐绝 齐卧 许许 齐绝 齐绝 鱼鱼 每人每天呢 都没有 人跟人之间的 那种 那种防卫心 就生命很轻松 很自然 追求自然 淳朴的生活 如果有什么 这个天灾 他们自然会 躲避天灾 那如果有什么 动物 野兽 他们自然懂得 躲避 动物 野兽 就是你这个人 比天灾 可怕 比野兽 可怕 如果君王呢 让百姓 自然过生活的话 人家自然可以过 非常 自由自在的生活 鸟飞高 必 争议之害 鸟会飞得高高的 因为呢 射箭 猎人 弓箭 射不到他 他自然知道 要飞高 悉俗 身 血 护神 求之下 必 熏 走 之患 这个老鼠 那么 躲在地洞里 而且呢 他不躲在 一般的 土地的地洞里 因为他躲在 别的土地的地洞 你会去凿 那个地洞 然后用烟熏他 使他里面 待不住 飞出来 然后就被你逮到 他根本就躲在 神丘之下 就是 躲在你们 祭祀的宗室 这个殿堂 庙宇的地洞里面 你总不会拆了 自己的庙 为了逮捕 这一只老鼠 那因为你们犯忌讳 因为对你们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神圣的地方 不可以进去 更不可以在那边 凿洞 老鼠呢 就在那里凿洞 躲在里面 所以呢 你就逮不到他了 人家自然知道 躲避灾难 增二重之无之 难道百姓 不如二重的智慧吗 百姓的智慧 当然比鸟 比老鼠 更有智慧 人家自己能够把自己 照顾得很好 你不必妄想 用所谓的人意道德 社会礼俗 来这个管理人民 管理百姓 好 这一段真的就是 庄子的价值观 那贵人也许会产生 一个狐疑 这个价值观 行得通吗 好 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 天下就会大智了吗 那么我要跟各位同学讲 我也在反省这个问题 那么其实庄子哲学 还有另外一个出路 什么出路呢 神仙的世界观 人是可以修炼成为神仙的 修炼神仙的以后 苗姑夜三 神人居渊 几乎若冰雪 错月若除此 其神灵使物不次力 而连古说 成云气玉飞龙 等等 那么 神仙的境界是何等的高 神仙的能力是何等的高 自然是 大家平等相处 自由自在的相处 谁也不用去管谁 也不会为恶 所以 因为庄子哲学 有神仙的理论 作为庄子哲学的出路 所以呢 在人间式的社会管理上 庄子可以放任无为 而不担心 这个百姓呢 这个作乱 因为如果每个人都有这个思想的话 我们就是要 等着登革于道 等着成仙 如果没有成仙的话 也没有关系 死的时候就快快的哈哈一笑 气一段就死了 就变成泥土这样子 不久之后呢 可能又会长出一棵大树 那棵大树呢 活了三百年这样 比人类寿命还要长 被非常轻松自在地 看待自己的生命 所以一气流行的世界观 破生死 可以成为神仙的这个生命观 使得庄子哲学 在政治哲学上 社会问题上 采取这个 否定仁义礼乐的 这样的一个价值态度 好 仁义礼乐可以否定 世俗虚妄的价值呢 那就更要否定了 那么在庄子的这个 奇悟论的文章里面 就基本上都在否定 社会虚妄的这些坚持 那就非常多的东西 社会虚妄的坚持 就每个人讲出一道 自己要的这个价值 自己要的理想 那这些价值跟这些理想呢 都是欲望造成的成见 然后呢 给了一大堆的理由 所以庄子在奇悟论里面 就去否定 这些讲理由的人 讲理论的人 讲了一大堆的理论 背后都是成见 成见的背后就是欲望在支撑 那些理论都是虚假的 那些理论都是已经有成见 我们看这段文字 随即诚心而失之 用你的成见 用你的成见来支持你的这个理论 谁读且无实乎 人只要有欲望 就会有成见 拿成见 来讲道理 怎么讲 都是歪理 对社会议论都是歪理 因为背后都是你既定的成见 不是一个客观求知的 而这个既定的成见都是为自己的私欲 欲望而服务的 西必知代而心自诩者有之 何必是那种认真思考的人 才会有一大堆的道理呢 愚者愚有焉了 愚昧的人也有一大堆道理 因为他也有成见 他更有欲望 未成乎心而有是非 就是呢 这个 你本来就有自己的私欲 然后呢 用自己的私欲 作为一个所谓的客观的标准 其实是虚假 然后在评判别人的是非 所以你不是一个彻底的清醒的思考 都是成见下的思考 成见下的思考 所建立的标准 来评断别人的是非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这些是非都不是真的是非 你要说这个是是还是那个非 你早就已经先有成见了 今日试阅而习致 你今天要去越国 跟你昨天已经到了 你现在要讲一番道理给我听 说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你跟我们开会讨论说 我们要找一个最佳的方案 才是对我们大家最有利的 可是呢 那个结论你已经有了 因为那个结论就是 对你最有利的最佳方案 所以找任何的理由呢 都是对你最有利 所以呢 还没有开会之前 答案已经有了 所以跟我们开会都是假的 今至世约而习致 所以因为思欲而有的成见 成为社会议论的理论 这些理论你听都不要听 听都不要听 就这样 所以就是政客所讲的话 你听都不要听 是以无有为有 没有的东西你把它说成有 如果你要没有东西说成有的话呢 再厉害的神仙 也没有办法帮你分辨 他所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虽有神语且不能知 无独且奈何在 所以呢 我在聪明 也没有办法断个水落石出 因为他讲的不是真心话 所以很多社会的这个坚持呢 都不是有必要坚持的 因为他背后是人们的欲望 各位想想看 有哪些行为 在社会上 其实是有很多的禁忌 忌讳 不可跨越的红线 那这些东西是不是真的那么有道理 还是这些东西 不过就是为了保护 某些人的利益而已 庄子要破除的就是那一些 虚妄的东西 然后呢 庄子认为 我们讲话是要讲真心话 可是呢 这个世界 这个社会呢 太多人讲话都是为了自己欲望服务 因此所讲的话呢 是没有用的 没有意义的 不真诚的 言非吹 讲话要讲真心话 不是在那边吹口哨的 不是在那边吹风的 不是在那边碰轰的 这样子 讲的话要言之有理 言者有言 其所言者特畏定 但是太多的人所讲的话 是没有道理的 说了等于没说 说了等于白说 说了不是人话 简单来讲就是这样 因为说的不是真心话 国有言也 其未尝有言 他跟你说了半天 天花烂醉 其实就是为了他的私欲而讲 这段话讲了等于没讲 真的有讲吗 还是根本没讲 他以为他自己讲的话 跟鸟叫是不一样的 其实他讲的话不过是鸟叫 好听 但是没有任何的意义 是一有辩乎啊 其无辩乎 他讲了一堆道理 他真的辩论了什么吗 因为是不真诚的 因为是为了欲望而服务的成见的 所以呢 绝对没有真正辩论了什么 所以各位你要学习 当人们在跟你讲一堆话的时候 你第一个先思考 他是为公还是为师 为公 他的理由 就算不完整 某几个点到位 你可以帮他把话讲得完整 为师 讲得在天花烂醉 他只有101个答案 看到任何现象 答案都是 因此我们要A政策 越有了新的资讯 因此我们要A政策 这叫做今日四月习制 还没有开会导论 结论就已经有了 这叫做私心这样 所以这种语言 讲了也等于白讲 当人们在讲这种语言的时候呢 就把真理给遮蔽了 道无乎引而有真为 道就是因为这样被遮蔽掉 言无乎引而有是非 本来人讲话都是真心话 但是现在讲了一些有是非的假话 就是被这一个私欲给遮蔽了 道引于小城 言引于荣华 所以我们用很多的迅烂的词语 去装饰我们的欲望 所讲的话叫做荣华 我们用我们的私欲 去建立一套价值 那叫做小城 大道 大自然的智慧 就因为这一个私欲 就被遮蔽了 所以有如莫之是非 儒家跟莫家 背后有个人的私欲的立场 但他们两家的立场是不一样的 儒家呢 是后葬的 莫家呢 是伯葬的 儒家呢 是众以悦的 莫家呢 是不众以悦的 儒家呢 是爱有等差的 莫家呢 是兼爱的 这些事情呢 其实没有必要 截然二分 造成对立 但他们却截然二分 造成对立 因此有如莫之是非 以是其所是而 以是其所非 而非其所是 你否定的是我肯定的 你肯定是我否定的 那要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真理是无法搞清楚 我们最好还是回到 真理的本身 就是无分别 就不会有彼此的是非 物无非比 物无非是 其实 后葬有他的道理 伯葬也有他的道理 看什么情境 什么情境 那如果你一定要坚持 后葬或坚持伯葬 坚持礼乐 或坚持不礼乐 坚持要兼爱 还是坚持爱有等差 这就是当下 可能就有一些状况 处理不理 叫自比则不见 自知则知之 你都只站在自己的 特定的立场 来看这件事情 不能够整全 你看 整全的看了以后 其实每一个立场都是对的 因为时间 空间 环境的限制 我们采取了一个立场 那就接受就好了 如果你一定要议论 拿一个标准 那什么事情都做不成 因为什么事情 都有它不对的道理 虽然 怎么做 也都有它对的道理 一旦要坚持 划分标准 那怎么做 都会有不对的地方 这样明白吗 那有必要在这里 争执吗 没有必要的 比出一事 事与因比 比事方生之说也 你说这样也可以说 那样也可以 大家放下的争辩 怎么样都可以 如果你一定要争辩的话 两个立场 四个立场 八个立场 立刻可以分出很多立场 如果那个利益很大的话 八个党派 一下就变成16个党派 一下就变成32个团队 要来竞争这个东西 因为它厉害很大 所以其实都是欲望的关系 都是利益的关系 好 这就是这个破除 这个社会虚妄的坚持 装置说 事与比也比义事与 你从那个角度去看这件事情 跟从这个角度去看这件事情 其实你们谈的是同一件事情 你刻意在那里做区别 所以当你用那个角度来看的时候 比义是非 一大堆的标准 往下推理 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 此意是非 有一大堆的话可以说 那种会说话的人 只要他知道结论是什么 你让他找理由 他可以立刻找出很多的理由 叫做比义是非 此意是非 国且有比事互灾 这个 你告诉他说 你去讲 结论是这样 过了一天 然后讲了一天 然后你跟他讲 对不起 我现在立场改变 你要去从另外一个角度来主张 他也立刻可以掰出一大堆的道理出来 所以呢 是欲望 成见 是非 是非 而不是真心话 不是真理 比且 这个 国且有比事互灾 国且无比事互灾 真的有 是非 对错 你我 上下 尊卑的差异吗 其实是没有的 看你采取哪一个角度 来说而已 比事摩德其语 未知道书 如果我们看任何团体针对某一件事情的不同的立场 能够让他们不要那么坚持自己的立场 不要一定把一个片面的方向的立场 无限扩大 成为衡量所有的事情的标准的话 那么这样子大家可以安然相处 社会会非常的和谐 比事莫德其语 未知道书 大家不要坚持自己的立场 但所有的立场都被看到 也都被尊重 未知道书 道书就是 书始得其还中 就是那个门 的轴 门不管往哪里转 那个轴都跟着他转 所以呢 门是活动的 但你现在如果我只能18度 或我只能28度 或者我只能85度C之类的 那么 这个轴就转不动了 道书就转不动了 所以 任何人的立场 都有他看到的对的面向 你统统尊重就好了 但你不要限定在这个地方 当环境改变 那我们可以调整一下角度 殊死得其还中 以应无穷 是意义无穷 非意义无穷 你当时说这样做才是对的 这个道理是非常有道理的 你当时说这样做是错的 这个错的道理呢 是非常的有道理的 都有道理 就看我们调逝顺遂就好 莫若于云 是意义无穷 非意义无穷 你觉得伯仗 伯仗非常有道理 都发生战争了 你还要后仗 你说后仗非常有道理 这么孝顺 怎么能够不后仗呢 都非常有道理 是意义无穷 非意义无穷 看情况 无事焉 应事已 现在该怎么办 我们就怎么办 不必在嘴巴上 道理上 那么坚持己见 把别人否定 还有仁义是非 你伯仗就是不仁不义 之类的 那就严重了 天地一直也 万物一马也 天地 各位上面是天还是地 但是我们如果改变了定义 上面是地 下面是天 看你怎么定义 其实概念是这样出来的 所以价值也常常是这样出来的 随着我们自己的定义 而有了不同的 这个价值的立场 万物一马也 你们说这个东西叫做什么呢 我说这个叫做椅子 看我们怎么约定 如果古代人说这个叫做椅子 我们现在这就叫做椅子 所以只是你怎么去称呼它而已 因此 庄子一直说 美 也是我们说这个是美 这个东西很贵重 也是我们说这个东西很贵重 或这样子 这个样子很丑 也是我们说这个样子很丑 天地一直也 万物一马也 什么的价值呢 都是我们自己去把它说出来 可乎可 我们肯定它 它就是好的 不可乎不可 我们否定它 大家注意哦 以后这样子是不对的 不可乎不可 不对呢 是我们约定的 道行之而成 物畏之而来 物畏之而来 其实概念 价值是被说成了这个价值的 如果我们不要这样去区别 分辨的话呢 事情可以不必这样子的 物乎然 然于然 物乎不然 不然于不然 为什么是对呢 因为我们大家现在主张它是对 为什么不对呢 因为别人说它是不对的 说明也就认为它是不对的 它真的 物故有所然 物故有所可 它真的是对吗 还是它真的是不对吗 其实无物不然 无物不可 没有什么是对的 也没有什么一定是不对的 是你愿意说它是对的 愿意说它是不对的 举听语音 丽与西施 灰绝鬼怪 道通为一 丽就是长得很丑的女人 西施呢 那当然是长得很美的女人 可是呢 如果丽跟西施走在田梗 那么田梗上面的青蛙 跟田里面的这个丘里 尼丘 看到粒的时候会跑掉呢 还是看到西施的时候会跑掉 都跑掉 那他们看到粒的时候会聚集过来 还是看到西施的时候会聚集过来呢 都不会聚集过来 因为他们不是人类 所以 人类在分辨粒与西施的美丑 这样明白吗 人类在分辨粒与西施的这个美丑 那其实呢 那是你刻意的分辨 也就是说 灰绝鬼怪 道通为一 灰绝鬼怪 任何差别的东西 其实都是一样的 是你自己的分别心 把它区分开来了 结果分也成也没有错 因为你分了以后 而成了这个东西 但是成的时候呢 这个东西的真实的生命就毁了 这个东西自然的意义就破坏了 其实任何一个东西 不因人为而成与毁 某个声音是好听的 这个是好听的 某个声音是不好听的 不好听的 那到底好听还是不好听呢 就是因为你刻意要它好听 以及不好听 所以声音被好听 不好听的分辨了 凡物无成与毁 复通为一 所以呢 什么声音都是好听的 你不要去刻意去区别 为达者之通为一 放达的人 不做区别的人 知道社会世俗的什么东西 都是通而为一的 然后呢 为是不用而欲诸拥 拥也者用也 用也者通也 通也者得也 事得而机 因是以而不知其然 为之道 这段话很抽象 中文很美 为大家解释一下 不用而欲诸拥 不刻意地为了什么目的 而面对眼前的事情 当我们有什么特定的状况 的需求的时候呢 我们才来处理这件事情 拥也者用也 我们在处理的时候呢 符合眼前这个状态的特殊需求 用也者通也 然后就把它处理得很好 通也者得也 处理得很好就很好 也不需要怎么样 宣扬标榜 以及规定固定以后 永远是这样 叫做事得而机 不过是这样的一个 时间空间环境 所以我们这样子处理 因是以 顺着眼前的需求 我们这样做 但是也不要把它常态化 固定化 确定化 以后永远只能这样做 这样做完了以后 这件事情就结束了 就放下 大家又去该捏泥土的捏泥土 唱歌的唱歌 游戏的游戏 不会说我们刚刚所做的那件事情 就是人类文明历史以来 最伟大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要雕一颗一个铜像 这样子 我们要把它载入教科书这样 没有人干这些事情 办完一件活动之后 该唱歌又去唱歌 该游泳又去游泳 大家又快快乐乐的过自然人的生活 以而不知其然 未知到 不要为你做的任何事情 认为它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 建立的工业 这样子 否则你在那边区分 区分这样做才是对的 那样做是错的 你们刚刚走进来的时候 是十五个人一排走进来 另外是三个人一群人这样分散 还有一个人是一个人走进来的 结论就是那个十五个人一个人走进来的 那一排是最好的一个模式 以后我们规定 所有同学进教室一定要数到十五个人 才能够走进来 又要走进来一排的这样走 这不累死你吗 所以 社会世俗的很多的标准是无谓的 再告诉大家最无谓的一个故事 叫做朝三暮四 这个成语 朝三暮四表 我们现在用这个成语 好像说人们心思不定 朝三暮四 朝三暮四的成语 本来的意思不是这样子 是说无谓的分别 根本不需要分别 结果你自己去自作分别 老神明唯一不知其同 你用尽了你的智慧 去分别 我要三 还是我要四 其实呢 你根本不晓得 根本就只一样 你不必去分三 还是分四 何谓朝三 这个 为猴子的 这个 训练 训寿师 猴子的牧场的主人 跟这些猴子说 我早上给你们三颗 三颗水果 傍晚给你们四颗水果 可不可以呀 猴子一听 早上三颗 生气得不得了 不行不行 我们要抗议 我们要拒之 我们要绝食这样子 然后呢 这位牧场主人就说 好吧好吧 既然你们这么生气 看来你们比较喜欢早上四颗 那我早上给你们四颗 晚上再给你们三颗 可不可以呢 猴子说 耶耶 我们赢了 我们赢了 早上可以吃四颗 这样子 重居皆月 表示智商奇迪无比 根本没有必要做的区分 庄子意思是说 你看看我们日常生活 有多少规矩 是没有必要定的 多少区分 是没有必要区分的 多少比较好坏上下 是没有必要进行的 所以说 所以说明时未亏 喜怒为用 明时未亏 没有任何的差别 你却有了不一样的情绪的反应 前面是怒的 后面是喜的 这样子呢 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应该回归事物的本质 其实他们都是一样的 在这个意义下 对庄子来说 他的意思是说 你15岁死了 也是死了 你50岁死了 也是死了 你105岁死了 还是死了 不必须做这个区分 你有一百亿的身价 死了还是死了 你有一亿的身价 死了还是死了 你一毛钱也没有 死了也是死了 从会你会死这件事情 没有任何的差别 不必在这里 有任何的区分 圣人 喝之以是非 而羞乎天君 位之两行 人人之间 兄弟姐妹之间 朋友之间 同事之间 同学之间 有许多的是非 是根本没有必要的 所以喝之以是非 把那些是非就消容了 羞乎天君 从天的眼光上 看下来 你们都是一样的 是之为两行 顺着该怎么样 就怎么样 自然而然 简单 过日子就好了 是非之章 去彰显人意是非 大自然就被遮蔽了 大自然遮蔽 就道之所以亏 爱之所以成 很像佛教的 无名行事 名色六路出售 爱取有生 那个执着就跑出来 大到看不见 反而人们的执着跑出来 爱之所以成 爱之所以成 你觉得成 你觉得得 或你觉得失 从大到的角度来说 没有什么得 没有什么吃 果有成与亏乎哉 果无成与亏乎哉 真的有所得吗 有所亏吗 其实没有的 用人类的标准 有成与亏 放掉这个标准 就没有成与亏 所以这些标准 是没有必要建立的 好 今天讲的有点抽象 希望大家能够了解 好 下课 谢谢同学 欧弥陀佛 下课 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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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快乐